乡亲们齐聚一堂 由环保局的讲师 教导大家如何节省能源爱地球 这次民间乡部夏村 于今天29日 举办节能省水抗暖化宣导活动 呼吁乡亲做好资源回收 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起爱惜能源减少暖化 县远游轰达赖燕雪都特别到场参与 共同响应节能环保 今天我们就是古板第一名检探 我们很感谢我们陪传这些村民 大家都很爱让这个困境 我们都有这个环保 支援回收 今天这些比较美丽 支援回收 环保就受到支援回收 科大陆的车车 还有那些 農的健康 都有支援的好事 到头下都有 县远游轰达表示 现在地球暖化的问题相当严重 也希望透过圈岛活动 让乡亲了解节省能源爱地球的重要 也让我们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有所保障 地球暖化非常严重 气候的变迁 这都来自于我们大自然的反复 就是我们的人类过度的开发 和过度的使用 我们平常实际上不用说一定就要怎么来做 在我们的市场生活中 我们就可以来做环保 不管是我们用过的电机 还是说我们用过的这个 饮料罐 饮料瓶 丁丁都可以来做到我们的分类 让我们分类的厚 才有法够来 让我们的垃圾处理厂来处理 信源赖燕雪肯定不下村 在环境保育上的努力及用心 也呼吁大家一起节能减碳爱地球 透过这个上市的这个选择 让我们这个船民有这个上市铁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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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资源回收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都是节省能源的不二法门 也希望大家一起节能省水 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民新闻 秦汉文 民间采访报导